民進黨政府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跟蕭美琴 二十三號在新北萬里驗請了這一次 沒有當選立委的黨內同志 賴清德感謝與會者為黨奮戰到最後 而今天中常會上 征戰新北市中和立委勢力的吳征 也首度以發言人的身份前來主持 另外國民黨中常會 黨主席朱立倫則是正式宣布 通過由韓國瑜搭配江啟臣 來角逐立法院的政府院長選擇 突然拿出包包裡的鍋子喬及抗議 這名富人偷偷溜進國民黨中央 質疑國民黨立委有人將在立法院 政府院長選舉跑票 刻意讓黨提名的院長候選人 韓國瑜落選 團結是目前整個黨團當中 高度公視的部分 避免一些可能的謬誤產生 韓國瑜同志是當今立法院 新當選的立法委員中 最早進入立法院 江啟臣同志也是本黨最優秀的 前院主席 又資深又有實力 朱一倫大在韓張沛週三的中場會上 無意義通過韓國瑜和江啟臣搭配 競選立法院政府院長 在高度公視之下 朱一倫也強調國會改革 喊話再也合作 砲火對決日營 同一時間民進黨也舉行中場會議 新任發言人吳針首度主持會議 而前一天賴清德和騷美琴 才特別選在萬里宴請這一次未當選的候選人 選在自己老家附近別具異議 賴清德要替黨內所有未選政努力付出的同志 加油打氣 記得歡迎收看小秉儀 劉淑淑儀 蕭惠生 台幣艙報道